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关注我,了解更多有趣的足球小故事 曾在中超持教过多年的 前日本男足主教练刚田吴史 在谈到中国球员时说 相比日本球员,大多数中国球员都没有梦想 而我也同样这样认为 这不仅仅是球员,更是中日足球的现状 梦想和热爱恰恰是中国足球最缺少的东西 在这届世界杯上 很多人都在感叹日本队的表现 但日本足球在我看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那种对足球的热爱和梦想 小球员梦想着能在未来踢上职业赛时 成为世界级球星 中学生则梦想着能帮助母校参加全国大赛 取得更好的成绩 职业球员则梦想着出人头地 进国大队参加世界杯 去欧洲和世界级球星同场竞技 而中国足球在很多时候不但不尊重梦想 更多的时候甚至在毁掉球员的梦想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关于中国足球毁掉梦想的故事 在我之前的节目中就有朋友提到了 八五超白金国心 那一代球员是迄今为止 征战过诗庆赛和奥运会的一代人 这笔球员中有灵性和天赋的选手不少 其中的代表人物陈涛 他的故事就很值得一提 陈涛在17岁时加盟了沈阳静德 18岁就踢上了中超主力 19岁时当上球队队长 年纪轻轻就征战职业赛事 帮助了陈涛的成长 也使他在国际赛事场有着更高光的表现 2005年的荷兰世青赛场 代表中国国卿出战本阶赛事的陈涛 大放异彩 他出场四次贡献三球一助攻 帮助中国国卿 在联克土耳其乌克兰和巴拉玛之后 杀进石油强 随后在06年和07年的土人杯上 陈涛的发挥更加耀眼 2006年 他在对世青赛冠军阿根廷国卿的比赛中 恭敬一球 帮助中国国卿战胜了阿根廷 并且拿到第四名 而在07年的土人杯上 陈涛无场比赛 贡献两球两助攻 帮助中国国卿杀进了决赛 拿到亚军 这也是中国国卿参加土人杯以来的最佳战绩 中国国卿主教练 克劳生则这样评价自己的爱将 陈涛是中国篮的一件的足球天才 他的天赋并不比梅西差 值得一提的是 克劳生提到的梅西 也参加了2005年的荷兰世青赛 在那届赛事上梅西攻入六球 帮助阿根廷夺冠 在荷兰世青赛和土人杯等赛事上 奉献了精彩的表现后 有不少媒体都认为 陈涛在未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然这其中有一点共识就是 陈涛要尽快的去欧洲高水平的联赛中踢球 而对于刘洋 当时的陈涛也是非常渴望的 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梦想 他在采访中表示 去欧洲踢球对自己的发展 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刘洋是我们这批球员最好的出路 也是我全力争取的目标 而在随后的几年 也一直有不少的欧洲俱乐部 表达了对陈涛的兴趣 比利时豪门安德莱赫特 曾邀请陈涛前去视讯了半个月 而易甲的热达亚 则一度非常接近签下陈涛 穆林尼奥的切尔西 也曾向陈涛发出了视讯邀请 但是这一切都因为 沈阳金德俱乐部的要价过高 而最终都未能成行 当然从现在的视角来看 沈阳金德俱乐部 所要转会费其实无可厚非 因为职业球员的转会 本来就是市场规律 但是在那几年的中国足球中 很多事情都并不是钱能解决 而是需要通过走后门和暗箱操作 比如2007年时 郑智能成功加盟英冠查尔顿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当年郑智为了流洋 而给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 送了一块价值6万的名表 所以南勇才为郑智去推动转会手续 这件事直到几年后 在南勇因为贪污受贿落网之后 才被披露出来 所以当年陈涛与流洋梦碎的背后 凸显出的是中国足球肮脏的暗箱操作 而当年的流洋梦破碎 显然也对陈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他之后还是在上海生花 天津太达等中超俱乐部 延续了十多年的职业生涯 但一直未能离开中国足球的陈涛 则长年和欠心相伴 而在流洋梦想破碎之后 陈涛也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球员了 陈涛在2020年退役后的采访中 表态说自己不会让儿子去踢职业足球 只因为他明白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他说是这样的话 我并不觉得意外 曾经的陈涛在球场上是一个特别爱笑的球员 但在他的梦想与着打击而破灭之后 从小对于他已经没有了热爱 而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已 中国足球悲剧的地方就在于 活生生的把有热爱和梦想的球员 逼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或许我们无法想象 如果当时的陈涛流洋成功了 他之后的人生会不会走上不一样的道路呢 但历史的确不能假设 我只希望的是 陈涛的故事 不会再在之后的追梦人身上重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